大家好 修剪夜季之后冒出了非常多的新芽 这个时候这一步不能忘 一定要继续做好 下次开花才会多 才会傍晚盆 这一步就是养分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有机肥 作为埋肥 埋在花盆边沿 夜季花是非常喜肥的植物 因为它可以反复的开花 开花越多 消耗养分就越多 所以养分跟不上 枝条若 枝条小 开花少 开花小 在生长期的时候 我们主要给它充足的有机肥 后期冒出的芽比较壮 到了花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 磷酸磷菌 磷菌 有利于它花芽分化 开花更多 好了 喜欢夜季花的花芽们 我们养护过程中 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后期冒出的芽 才会多 才会壮 好了 再见